我叫周采嘉 大家都叫我老周 我是桑吉泰姆烤肉店的一员 桑吉在佛经里面是觉悟的意思 希望来我店里的客人 能摆脱烦恼 享受当下的快乐 今天周二了 我的朋友来店里聚会 谢谢 我刚来这个院子里面的时候 从这走上来 这里没有楼梯的 之前这里没有楼梯 要从这个过道走进来 走进来以后 这里就有鸡卷 养了鸡呀 鸭子呀 这里垃圾 垃圾当时有这么高 都是自己亲的 店里的装饰 是我爱人帮我弄的 它给了我很无私的帮助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缘分 也是很奇妙 他当时是这个毕业旅行 在那边认识的 认识以后他来了 来过好几次 后来我们就一起来到重庆 然后做这个送集 然后这些 从开始 刚开始来做这个店的时候 还是有一些困难 但是还是当时 然后第一个最大的这个支持 还是我的爱人 他是一直是无私的帮助 店里晚上客人很多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我经常会和他们一起聊天 从他们的眼中了解到世界 这是苏敏达 他是我来重庆认识的一个朋友 我们合伙开了这家烤肉店 之所以选择开烤肉店 是因为觉得这个地方装饰 合适 也可以主打 藏族的牦牛肉 在以后 我们想把这家店 做成一个 有着正义文化的店 我非常喜欢重庆的生活 又找了一个老房子 打算开一家书店 像开这个书店 然后最大的这个意义 沟通 我觉得还是沟通 我以前没有读过书 后放羊 后来放羊 然后就家里人是鼓励我读书 但是我 然后是自己 然后没有读啊 后期慢慢慢慢 我接触到这个更多的这种 年轻人 就是有知识 有文化的年轻人 也可以说是未来人 然后从他们的口中啊 从他们的一些角度啊 然后看这个世界 然后通过他们的一些这个 知识和一些传递 然后可以然后打开一些 从这个城市和这种高原窗口 就像窗户里面看一样 可以来回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想说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地方 去看得到这个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